国阵现在只剩下三个成员党 比起过去有14个成员党 今天就比较直接多了 不会像以前这样 三兄弟在一起谈东西 老四老五老六又在做他的东西 然后就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 那么在里面到底谁比较倾向老大 而老二的看法又有谁可以给予支持 现在不需要了 三个政党 我们就可以坐下来随时坐下来谈 这个议题很重要 我们必须要有一致的立场 所以我就看到国阵剩下原来的 三个联盟时期的成员党 大家都必须比如说国阵 他不是武统所得帅 你也必须注入多元的元素 必须推崇中荣 这一个是我们强调的 国大党也认同了 所以你看最近的这一些议题 老是莫名其妙的 当土全党陆禀法庭要消灭华小的时候 有些人在搞大龙风说指示 那么内阁指示这一个总监察长代表政府部门去抗辩 这本来就是宪法145条 他的责任就是法律顾问 你根本不用指示他就好像你叫医生去医病人一样 叫这一个国阵三个党大家共同呢推崇的这一个目标 就是underbarisan national 任何的其他反对党 他们要跟我们合作的话 我们已经写明我们的立场就是 你不能够呢 抵触刚才我讲的几个底线 我就OK了 只要是人民的立场就OK了 所以大家不要说他进来还是我进去 不会的 因为也没有必要的 在想我们不要一厢情愿 比如说人家要进来啦 或者是沙巴有谁要进来 不会的 如果你真的是看瓦里山今天这样的一个做法 你觉得瓦里山要进 Bagata Harapan吗 他不会要的 但是搞不好瓦里山有一天呢 他是赵王子 他的实习就是真正的 我去哪里谁执政 他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个loose coalition BH里面我没份 但是当你有政府的时候 我就来一个组织一个联合政府 或者我参与一点的政府 这个选后你再来谈 所以我在想说今天 先不要把它看得太远 说你未来会怎么样怎么样 扮演好先由 制衡监督的角色 共同来监督 共同来这个制衡 今天的政府 那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共同的敌人